這裡是HKINNUT.COM 我是譚文豪 以下風流 好了回來了 好像我們的back job不夠大 不要緊 我遮住 我們找到鮑儀上來 上次非洲風情畫的上一集 如果我們還記得的話 我們去了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 就是沙漠王國 納米比亞真的不容易 也很不旅遊朋友 因為太乖 有錢就很友善 當然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可以看漂亮的沙漠 沙漠只報了一個居民旅遊 都幾萬元 不是幾萬元 都可能一萬元 很嚴重 所以我還未做義工 對 這個是適合年輕人 或是Gap Year 那些學語的 用時間去爭論 沒有時間就要付錢 如果沒有錢就要有時間 好了 我們今次找鮑儀上來 介紹兩個國家 上次我們提到一個國家 很特別 叫萊索托 萊索托 我們等一下會說 首先我們會說 現在在非洲 台灣為一個邦交國 就是斯威士蘭 斯威士蘭有什麼特別 首先我們來講這個國家 先選這個國家 就像剛才你說的 其實這個國家真的沒有特別 這個國家以旅遊來說 可能就沒有什麼特別 但如果你做了一個文化研究 就沒有特別 不過我覺得這個國家最特別的是什麼 最特別的是 根本大家都不知道它在哪裡 沒錯 斯威士蘭 我們可能要說一說 究竟這個斯威士蘭在哪裡 即是說它在非洲 接著在非洲是哪裡 好了 我們先看看地圖 咦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內陸國家 沒錯 我們今天講這兩個國家 都是內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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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個 是不是自古以來是南非的一部分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以前不是南非的部分 因為南非是現在才變成這麼大的 是啊 以前都是部落式的 或者如果我們沒有追溯到部落那麼遠 其實如果說殖民地歷史 即是香港也是殖民地 其實非洲很多地方都是殖民地 其實就追溯到英國的殖民地歷史 其實以前根本整個南非 甚至納米比亞 其實非洲很多國家都是不同國家的殖民地 特別是歐洲那些國家的殖民地 當年南非、萊索托和斯威士蘭 其實根本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當然了 你現在看到他們兩個小國 特別突出的時候 其實中間發生了一些故事 可能跟南非那時候有些關係 甚至有些戰爭 所以如果你要講歷史 其實追溯回 大家都是殖民地 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剛才你問我 我就想得再深遠一點 因為斯威士蘭這個名字是舊名 現在大家在看螢光幕的地圖 寫著斯威士蘭 眨眼看起來以為是瑞士 他也是南非裏面的瑞士 他的名字是南非的瑞士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有很多雪山之類的東西 不是 因為他的名字很像 而且他的水土地都很像 因為很綠化 因為非洲這部分 有些沙漠的地方 有些高山的地方 但斯威士蘭是一個 可以種植到很多不同物種的地方 有沒有紅酒和葡萄園呢 那倒沒有 紅酒和葡萄園 要去到南非這部分 Cape Town 附上是有的 可能水土不同 剛才你問我他們的歷史 其實斯威士蘭的意思是 在斯威士 這種人種住的地方 而斯威士蘭就是 那種人種住的地方 所以你問我是否屬於南非 其實我想得很遠很遠 就是他們不同的 部落人種聚居的地方 根本就是部落聚居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會有 好像這麼特別地分出來 其實南非有幾個地方 不是部落聚居的地方 除了首都 約翰萊斯堡 有幾個地方不是部落聚居的地方 其實南非是有十一個 可以承認的官方語言 南非也是 所以他們的部落是很多的 但這一堆就主要是斯威士 這一堆就主要是白梳圖 其實他們現在的部落 有沒有一些食人族之類 應該現在不流行 現在不流行 我住了這麼久都沒有聽過 他們說我們是中國人食人 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食人 對呀 我們中國人除了什麼 除了貼布之外 就不吃了 即是現在等於 就算是這個 好像最新 現在DNG也是說 中國人食狗肉 可能食狗肉對他們來說 又不是太特別 因為他們斑馬 什麼都吃 所以食狗 可能又不是很出奇 他們都沒有這種禁忌 對呀 但食人我真的沒有聽過 在非洲那邊 即是巴布 新基南亞就會 對呀 南邊這邊真的可以 經濟都可以 對呀 對呀 那現在現代化又如何 Swasi Linn 現代化跟Lessoto一樣 是比較落後 即是如果你跟南非和南非比較 這兩個國家比較 比較農村的感覺 對呀 因為我是來自南非 我看到他們有下雨 有綠色的東西 還有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水果 我就很開心 當然啦 你本身在南非是一個沙漠的地方 那邊什麼都沒有 南非比亞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所有東西入口很貴 我就是以香蕉的價格 來知道自己身處的地方 南非比亞最貴 接著到Lessoto 接著就輪到Swasi Linn 接著到南非 南非什麼都有 所以很便宜 我去的國家是由南非比亞 開始越來越便宜 那你就說Swasi Linn 如果你說去看景點 地方就沒什麼好看 但文化上其實有很多東西看 其實文化上有什麼看 因為它發展得不快 所以文化上 我今天穿這件紅色衣服 就是皇帝都披的 即是你這件是皇帝衣服 那就是Swasi Linn 在Swasi Linn那邊買回來的 是在Swasi Linn那邊買回來的 是在Swasi Linn那邊買回來的 因為它是皇帝衣服 好有趣的 他們每個都是披著一件 凡是荒蕩的場合 披著一件這樣的東西 即是皇帝又披著 但有很多款式 我喜歡這個 他們有時會喜歡皇帝的樣子 印上去 但我不太喜歡 是他們傳統的服裝 還有他們這個國家是君主專制 你們公開談論皇帝的負面東西 隨時會被人打死 即是不行的 不是被皇帝打死 是被其他人聽到 他們很尊重君主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非洲南邊這幾個國家 有多漂亮 這些是新款 這些新款很少見 想買廣告都只能看到 這隻紅色就像你現在這隻紅色 這些是新款 這些是Fashion Show 這些就是街頭真的可以看到 對 而且傳統的日子都會穿這些 尤其是在Swasi Linn最有趣的地方是 皇帝可以娶很多老婆 一顧多妻 對 對 男人都這樣穿 對 男女都這樣穿 對 所以你覺得怎麼可以買一件 現在你穿著這隻 就是標準的 標準的一塊布 一塊布 一塊袋布 是Cotton的 質素也不錯 因為非洲的材料跟我們不同 非洲那些是有一點 蠟的質感 很硬的 很不舒服 但Cotton是真的舒服一點 價錢比較貴 這個我覺得比較有趣 是 還有那些節日要穿這個 還有皇帝選票會有特定的日子 每年八月左右 他們美琴鳴會有一個Festival 所有幾萬個未結婚的女性 就會被邀請到一個Dance Festival 幾萬個 這就是國王 是的 我的朋友和同事 通常都跟他們說 國王不算很帥 但他有十幾個老婆 現在是四十多歲 將來可能會再多些 但十幾個老婆已經不算多了 他之前的皇帝有七十幾個老婆 七十幾個老婆 那沒有啊 你每年加多Festival 每年取一些 每年取一些 那條數就很好計算了 他娶那麼多老婆的功能 跟他以前的皇帝也一樣 因為他可能也有不同的部族 要禍親 所以這陣子 誰誰當權 可能他也要選一個族群的老婆 但其實他自己本身 他雖然是國王 他國王其實是沒有民選 沒有民選的 這個國王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樣選 我只知道他很專制 上網看得到的 OK 就是現在這個 轉頭就穿了 之前都是這個家族 因為今年四月十九日開始 斯瓦斯林就改名叫做Swatini 我們大陸的譯物名叫做思威士蘭 但我們是台灣機構 之前我叫做NGO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叫他 史亞製蘭 但他現在就改了做史亞丹尼 史亞製蘭 但如果在香港 我們是跟中國內地的 所以叫他思威士蘭 你見到他 他有時接見外賓的時候 都會穿上傳統服 但他見蔡英文的時候 都會穿西裝 但他旁邊的人 都會穿上紅色的屁 其他那些是禮儀小姐 我今天介紹了兩個 南非洲南部小國 都有自己的傳統服裝 都是一件這樣披上身的 因為很多國家現在 民族風的衣服 越來越適美 對呀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在外交場合 你要推廣自己的文化 你不可以一色一樣 所有人都要穿西裝 就算是APAC 有時會穿上一些民族服 那些是硬來的 但不要說太遠了 就算你賣錄 開大會 有些少數民族 都會穿上自己的 那些其實就像Cosplay Cosplay 但有些上網查過 他就說 有些照片不能放上網 因為真的跳那個Dance Festival 因為是 三點進路 對呀 兩點而已 對呀 這樣選票 所以他們就說 這是傳統 為何不可以放上網 但因為上網有上網的守則 不能太過 Youtube就有Youtube的淫嬸 對呀 他們就堅持覺得這個是文化 所以就讓他們 把這些特別的風俗的照片 都放上網 那也沒辦法 你想一下 我們這些大圍像 在香港都過不了淫審處的關 對不對 那這個是香港官員的問題 就算是小說 你說那個 日本小說作家 《村上春樹》 其實那本有些 少少的色情情節都過不了 所以沒辦法 如果你是思維士蘭的話 你會不會 都會鼓勵一些旅行 有人去旅行呢 我覺得如果你有時間 你想舒舒服服的 舒舒服服的 就去那邊 因為那些水果各樣都很豐富 所以 因為那些芒果 你每個人都跟我說 你去那邊一定要吃芒果 一定要吃芒果 那芒果好吃些 還是菲律賓好吃些 那些芒果有些很大的 牛油果也是超級大的 即是特別大的 是呀 很大的 我有拍照 好不好吃就零計 但真的 那芒比亞的物價是很貴的 但是去那邊 突然之間便宜了很多 即是其實物價是比那芒比亞 我們先看看芒果 芒果和 這是夏威夷 不好意思 你幫我找牛油果 我見過它是真新的 牛油果的英文叫便宜 Avocado AVO AVO 這個 這隻 也不是很大隻 這樣 有人手臂 看我拍照的那些 真的很大隻 是嗎 OK 好了 哇 這個就是他們的比例 一個牛油果 知爺知這麼大 隔壁那些是甚麼 隔壁那些都是牛油果 還未熟的 這個正常牛油果 隔壁那些像啤梨 一個正常牛油果 和一個超級勁大的 Swasland 牛油果 牛油果到處都有賣 這個是政府部門的 外面都有攤檔 十元當地貨幣 一個 這個就是我在排隊拿簽證的地方 這個 剛才有一個 這是機場來的 所以才這麼豪華 這個就是平時 要拿入境的簽證 然後還要去辦公室 拿出境的簽證 好像真的很麻煩 出境都要簽證 對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我出境都還要簽證 出境都還要丟印 我入境之前 現在在南非拿了公幹的旅遊簽證 然後我入境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了 所有同事都放行 我還要抓進房間審 然後警告我 你記得去我們首都的 不知道哪裏 拿出境的吸引 否則不讓你出境 不過說實話 雖然施威士蘭 其實跟大陸沒有幫交 但近年大陸都很主動挖角 而他跟自己本身的經濟交往 其實都不少 這裡的中國色彩 我見不到很多 因為通常我都見到很多 種植野的農田 雖然施威士蘭 因為雖然施威士蘭 因為雖然施威士蘭 是很多中國製衣廠 或是台灣製衣廠建廠 但這個雖然施威士蘭 又不是很多 但很多人告訴我 因為政治穩定 很多人在那裏買地 預備到第二天發展的時候 就可以起床 是不是都是中國人買的 都是華人 這間是Shopwright 是那邊很流行的連鎖 超好市場 就是我們這裡的衛康 那邊的衛康 沒錯 是最便宜的 質素又不算高 但是算最便宜的 很平民 看到那個感覺 所有東西都很平民 而且所有東西都很平 但是危險 如果你在街上走 這個國家也是很安全的 很安全的 所以你剛才說 舒服的就是這個意思 舒服的 因為這個國家的景點 就是一些國家公園 還有一些叫Game Reserve 看動物 那裏也有一些旅館 很舒服的旅館 怕不出街 她頭上戴著 那頂帽 裝飾品 就證明她是黃族 這個其實是公主 哦 分黃族與非黃族 就是代表了她也是非子的部分 是黃族 黃族 譬如這個中間那位 就是她的公主 如果有點像 哇公主任人看 其實那邊是這樣的 你不要用這個 很邪 別人的服飾是這樣的 是啊 國王也是這樣的 是啊 國王不同的 他不是曬照 國王和他的樣子也有點像 和他的眼睛 像 國王的樣子也有點像 我們TVB的一個藝員 我又不覺得 不叫什麼名字 剛剛結了分 是嗎 這些就是黃室 黃室成員 戴著你的帽子 這個就是我去辦公室 拿簽證的時候 HIVQ 是不是叫別人不要亂叫雞 那邊 我想沒有這個概念 他們很隨便 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那邊 HIV的感染率也很高 那你叫別人戴套就可以了 要不要這樣寫 他們現在周圍都在宣傳 其實很好的 以前他們就是不承認有HIV 很恐怖 那他們是不是都是高危國家 高危國家 其實整個非洲都是 對 因為我接觸孤兒 或者其他 這兩個小國的HIV感染率也很高 但是南無比亞 我最近都是人事部 我真的沒有接到這個案子 因為接到這些案子 我會特別處理 但是這兩個小國的感染率也很高 感染率也很高 因為非洲某些比較傳統的國家 他們覺得一定要有性行為 代表你成人禮 所以十幾歲已經亂搞 那他們會不會有些人秀交 因為南美洲那些國家 好像廣西那樣 會刺刺女生 好像杜汶澤那樣 那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是NGO裏面做的 沒有什麼動物可以開放給他們 我沒有聽說過 那麼多個非洲國家都沒有 沒有聽說過 不代表沒有 那時候哥倫比亞也有 因為他們如果住在貧民區 我聽到很多個案子 社工告訴我 在女生很早起床 出門口上學 天都未光 很容易被人抓去強姦阿菲黎 所以在那邊 所以非洲為何HIV會這麼多 就是很多 因為棋風異族 以及他們有很多性侵犯的個案子 因為我知道那時候 為什麼HIV會來的呢 就是 原因 傳說就是 因為他們搞那些猴子 一開始是這樣 但可能慢慢就 但慢慢就 因為很多小朋友 他們出生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變成我們都要面對 我們在非洲做養時 都要面對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 可能是三歲至十八歲 他們一出生就有了 所以我們就要處理 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孕婦的時候 孕婦就知道了 你會分享血液 你會分享很多東西 主要你分享血液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離開 如果你的母體有的話 你的兒子一定會有 這個天生 所以很嚴重 其實是 如果你們那邊在NGO做事 其實你一定要有一個程序 去判斷 究竟這個義工 這個來見供的人 有沒有HIV 他們的法例都很嚴重 即使知道 你都不可以特別處理他 但如果小朋友 我們知道他是HIV 我們都不可以公開他們 但會特別處理 例如帶他們定期看醫生 拿藥 即是好像有個監管 要看著他 特別關心 要看著他 要看著他 我知道 我剛剛fact check 哥倫比亞真的有 因為他那些年輕人 還未成年之前 已經要教他 去教女生 為什麼 他的理論就是這樣 因為他說 雷仔 那個收縮力很強 如果你跟他做得多的話 你會粗到很快便會變大 這是一個訓練 對 就是一個訓練 對 你自己本身 那個性能力 都會更加強 等於操練一個人 或者操練一族人 他們自己的生育能力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我有時 譬如我們用城市人的想法去想 或者用現代人的想法去想 這件事好像很荒誕 但如果大家切身在那個環境 可能他們真的有需要 或者是以我似我 爸爸教我這樣做 大家可以作一個參考 如果你在Youtube找的話 就有一段片叫 Colombian Documentary Sets with Donkey 裡面有說 其實我早幾年看過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為看了杜汶澤 我才去看 做了一些研究 原來真有其事 就不是劇情 原來不只是廣西是這樣的 我們的中心應該就不會有這些 我們是一個佛教的中心 我們基本上都很禁欲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我覺得 譬如你們去到非洲做義工也好 NGO去到那裏做服務也好 你一定要面對他們很多 即他們本身這些 你當他們是一個文化 或者他們的生活習慣 沒有辦法避免 而他們的生活習慣是這樣的 令到他愛知病的感業率又這麼高 你沒有辦法 真的要面對 你最多教他們怎樣預防 教他們 但這方面真的沒有聽說過 是嗎 這個太神奇 可能我們的小朋友年紀又小 跟我們一起住 沒有這些動物提供給他們 始終非洲跟哥倫比亞都差很遠奴 我們看看鮑怡如何去買的sauvinia 究竟那裏有什麼去買 這個是影片來的 教著這件民族服裝是怎樣穿的 這個就是售貨士來的 整個旅遊區只有一個懂英文 是嗎 是呀 那到底會發財 其他人見到我都散了 叫我隨便看 然後就散了 前英國殖民地都不懂得說英文 就是失禮一點 是呀 讀書可能不太普及 是呀 我也覺得是教育問題 他們賺到錢會跑去南非 或者是想賺錢也會去南非 這個年輕人一見到我就沒有避開 所以可以用英文解釋很多東西 譬如這個款式我有買的 因為這個唯一是沒有盾牌 我不喜歡盾牌 或者也不想有國王的樣子 會有嗎 有很多的 好像是宣傳品那樣 那是這麼搞笑的 是呀 他告訴我這個款式沒有 我告訴他要求 我不希望見到國王 而且我不希望見到盾牌 你不要說這麼大聲 是呀 那時候我不知道 是呀 然後他就說只有兩個款式 一個就是這個款式 另外一個就是 他銷售得這麼好 我當然要買 他還不減價給我 另外一個款式也很厲害 他也說另外一個款式也是符合我要求的 不過就是國王也有支付的 所以他銷售得很好 連國王也有支付的 我真是心動 那真的很平等 你起碼看到這個國家 那些人不會穿龍袍 國王也不會穿龍袍 也不會坐輪椅 我看到他也有多樸素 大家的衣服都一樣 沒錯 這抽是什麼 這抽很多窮國家都有 環保的錢是最重要的 這個很有趣 我也有買 很大的 我問去香港這個很便宜 是花巨來的嗎 不是呀 你猜是甚麼 是陶器來的 有大有小的 都是裝飲品 當地很流行的就是自己釀一隻酒 大家分享來喝 喝完之後用當地語言說好吃 然後傳美第二個 如果是裝飲品 或是用來飲品 那是否一定會放在飲桶上去 因為你也沒有喝飲品 就是這樣 只是想倒來飲 還要加飲管這麼滑保 TVB古裝片 之前的人都是這樣 大血為盟 不過開頭有點不覺得那麼舒服 不是因為HIV 就像椰青的飲法 大家分享同一個容器 都不是很喜歡的 始終我們也是城市人 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其實南美洲都是這樣的 這些椅子是貴不貴的 非洲通常都是木雕 木製品來的 以我們香港人的水平就不是很貴 但以香港人的水平也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放 沒有人先摺 如果一摺的話可以想過 非洲天大地大 他們是不需要摺的 他們是不需要摺的 這些可以拆來組裝 如果可以拆來組裝 買得過 他們可能可以組裝的 那些雕塑 隨時拆給你看 那些腳又可以拆開 方便立即包給你 你再問他就包給你了 都挺有趣的 這些是很適合那些年輕人坐 坐來做功課 很舒服的 我也很喜歡的 我都買完東西 等車時都坐在這裏 杯子又涼 不錯的 而且你看到不同高度 不同尺寸 我覺得這裏也不錯 嘩 這些不是色情東西吧 不是 這些平時他們都是這樣 節日的時候都是這樣 不是不俗服裝而已 這隻拖鞋都可以 但這些一看就像大媽款 不是 都挺漂亮的 不過我試穿過了 不過底部比較硬 所以就不太好穿 即是走路的時候不舒服 對 漂亮就漂亮 但底部硬是不舒服 OK 你剛才說那些水壺就是這樣頂住 也可以 是否真的出街見到有些人是這樣的 看不到 那你的平衡力很厲害 非洲人是這樣的 那些游客要學 可以比賽 非洲人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放在頭上 他們真的很厲害 輕功 平衡力都不錯 非洲古也很出名 B女不起頭 跳舞 平時見到的非洲古舞 都很漂亮 但又沒有地方放 最好笑的是下面那隻 下面這隻 一坨 兩個四方形的 是一個男生 不是 這個是項鍊來的 項鍊來的 好像口水肩一樣 藍在頸上 國王拍照的時候也有誇張 他都叫我買一套 但我平時真的很少藍口水肩 所以忍不住 忍不住不買 我想外國人比較歡迎 就是你手上的東西 這件東西? 你說這件桌布嗎? 是呀 有多功能 因為那些東西 不是很適合我們港女 很難看得上 即使玩具也很奇怪 你是不是積出來的? 那些玩具飛機 那是木 所以他送了一些給我 因為很多木雕 還寫著Swasiland 現在是過了名 所以可能他因為這樣 我買一件東西 就送一件給我 但我反而覺得 其實這個名字才值錢 是呀 但我不是這樣想 那是大家的想法 路邊的時候 經常見到尊敬的國王 尊敬的國王 那是項鍊 那是項鍊 還有那是項鍊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國家我也挺尊重 你看看路也不錯 它是不是地位好像泰王 如果你不可以亂抵衛他 但他還有實權 還有你抵衛他 其他人也看不到要打死你 真的嗎 真的這麼愛他的 真的很愛他的 哦 這樣 我想其實他管理得也不錯 這個國家 首先他是一個 講義氣的國王 怎樣才有義氣 起碼對台灣 不畏這個 那倒是 中共經營不擔心 他真的夠膽 因為其他 還是會不會是釣高來買 我不知道 飛跡南部有很多中國建設 你經常都看到中文字的地盤 經濟因素 有很多中文字 很多中文廣告 但這個國家真的沒有什麼中文字 可能台灣也不用他寫很多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就講內索討論 好啊